一下如何分辨一下 什麼叫數位迷彩這個喔 這個你 這種小格子狀的就是數位迷彩 它有什麼特色 就是現在款的嗎 它好像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啊這個咧 這是海灘 就是靠近 這個主要是在迷彩那種類似 海岸跟海水跟海岸之間的那個 顏色為了迷彩 啊這個咧 這種咧 這個跟這個是 草叢的 類似喔 啊這個咧 這一種的是 它其實顏色不一樣而已 但其實它也是數位迷彩 數位迷彩 啊也是海灘用 嗎 我不確定這個是用在哪裡 啊這個咧 這個是那個啦 我跟你講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加拿大數位迷彩 喔給我分國籍的 啊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幾個啊 像啊 太陽的後藝 來 這是什麼 沙漠的 沙漠的迷彩 所以我們台灣也有 像台灣後藝的東西 嗯 帽子有嗎 沒有 沒有配工發啦 這種東西都是 自己買 自己買 這一千塊捏 4L 好快喔 喔哥哥喔 沒有便宜一點嗎 沒有 這那麼貴喔 我說你 你確定要來看這種東西就是 嘖 單價蠻好的 真的假的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感覺好 好那個喔 中國風喔 今天這個很中國風耶 只要用橙色系的 跟這種顏色一樣的 都是沙漠的 喔 對 那這個是 這種迷彩是比較舊式的迷彩 我怎麼怎麼說 它的花紋嗎 還是它的佈景 它的花紋啊 花紋就是這種形式 就是都是這種數位 不是數位的迷彩 數位的就是這種 小番格的 欸 這個沒有感覺 這種比較像大迷彩 這顆這個 花紋 這個是 這個是小迷彩 小迷彩就是所謂的 岸邊的那種 這個好酷喔 可是這件好貴捏 也是一千 九 九百塊 XL 沒有不一定要我 尺寸就是這個 這個是 嗯 沙漠的嗎 因為它是 有點偏銀色 嗯 好 偏銀色 啊 所以說 沙漠迷彩的 其實太陽的後裔